一位何俊仁議員 主席 剛才廖長江議員第一句說話說 他說沒有誰比當事人更加清楚 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所以主席第一件事你也有擔心 如果你沒有擔心 你不用第一個出來說了 我有某間公司有這樣的關係 我們想都沒有想過 我們有什麼要出來跟大家申報 主席起碼你自己也擔心 否則你不用說 這是第一點 如果有一定的利益關係 構成了利益衝突 當然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不過問題是 如果有可能有利益衝突的話 你不是申報了解決得到 所以剛才廖長江議員第二句說話說 申報了解決得到 這句說話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尤其是從事法律工作的人更加清楚 你在有利益衝突的關係裡面 你更加沒有辦法能夠自己去判斷 因為你自己 就是在這個利益的可能被人覺得你是 利益的引誘之下 你可能沒有足夠的獨立性和客觀性 所以就算你真的可以做到自律 別人覺得你不是自律 是沒有辦法來自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 不僅僅要公開 還要避嫌 好了 那什麼叫利益衝突呢 主席你可能覺得 我不需要 因為你從某個範圍去看 什麼叫利益衝突 但我覺得 我們是應該為了要維護公正 我們應該用的範圍 不應該太窄 如果太窄是失去了 即是外界要求一個公正程序的要求 達不到的 所以我們不僅要看直接利益 要看間接的利益 有沒有間接的利益衝突呢 第二 不要只看實在 有沒有潛在利益衝突呢 第三 剛才有同事說過 不僅是實在 而是觀感 有沒有觀感上的衝突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的時候 即是主席各客 你所做的公司 做這個Facebook的公司 以照你自己做中銀集團裡面的工作 的確 被人覺得 會有間接的利益衝突 會有潛在利益衝突 會有觀感上的利益衝突 為了適宜 最好的做法 何必 何必 要不斷被人質疑你呢 即是 我當然知道 有很多人會信你 你會治療得到 但是既然 人家覺得不舒服 外間覺得有一個觀感上的問題 外間這樣質疑 其實 別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何必 一定要坐在這個位置裡面 被人不斷去挑戰呢 可能你做出公正的決定 都最後被人誤解 那這個是何必呢 所以說了那麼多 我也是好然 是希望 主席你真是想想 就是不要洗自己太難做 多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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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